貴議員 那麼接下去是由貴國文議員發言 貴國文議員 請貴國文議員 你好 主席感謝 今天主委發言的時間 我想要來掩討一下 掩討一下 掩討最近文化教對我已經公佈 組織編織調整的部分 來跟文化教來做一個探討 我不知道那個局長看得清楚嗎 市長 必須長麻煩看一看 就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看文化教基所議會 因為很多人關心的原因 因為我們是要文化立市 站在文化立市 來說 人生的政家 人員的政家 都是好事 問題是在哪裡 問題是怎麼政家的問題 那就是說怎麼政家 外面議論紛紛 感到這個 我們現有的部分 是第一站 這裡有六科 六科 那麼 該做第二站 你要勉強到高科 勉強到高科 他們認為說 整個都來改造文化展演科 因為文化教常常在辦外棟 外棟的比例超過多幾個 人會覺得比例超過高 整個你按表演 外棟都來放在這棵裡 全部都在這裡 這樣人會不會覺得文化教都去辦外棟而已 文化展演科放在這邊 另外文化建設科的部分呢 一樣保持原樣 但是部分的文化資源科的一些社區運造的部分 把它挪移過來文化建設科 那另外文化資源科裡面 有一些外外的探情的 就放你文化資源科 沒有探情的外外 你就放你古蹟運運科 我建議說 只要是外外有收門票的 你全部啦 全部 都把它擺在文資的這個運運科當中 全部放在這裡 這是你上頭第二排 這是你下出的這個方案 第三排這是我的建議 那文創發展科基本上 你對照整個中央組織的需求 這個部分我沒有意見 你直接放下去就好 不過最奇怪的部分 局長 最奇怪的部分 你前面這六科 都是屬於功能別的分科 組織編制 後面三科變成是三科 變成是單位別 你文化中心也要一科 文字文化中心也要一科 文化園區管理科也要一科 如果這樣說 本身過去主管的南區學部中心 才會留在我們文化局裡面 那還要是不是一科 哪有依當委來分科 我覺得這很不合理啊 照說這三科裡面 應該統合作社會 統合作台南區文化中心的管理處 簡單說你應該實在另外一個二級單位 這樣的二級單位 才能支援調度 才能充分的一個統一調度 不管人力或支援的部分 不過你要跳這三科 這橫向聯繫 各具為王 你到時候就很麻煩 結果我最初的問問 是怎樣你們的堅持 要用這個高科呢 原因是怎樣 原因你放在這裡 是八這頂的 放在這裡就變高這頂的 那簡直是因人設事嘛 你應該按這三科 來合作為來興興一個 另外一個二級單位 另外一個二級單位 來做一個統合的管理 這才是重點嘛 局長 這點 麻煩你熟客一下 不一定每一科都要用到一半 不一定人輸 都一定要想到最關鍵 你要把它統合起來 這樣會比較好 我講給誰跟你講沒關係 表面各位 另外你人力 增加三十幾個人 三十二個人當中 最多的 放在哪裡 放你文資管理處 你放你文資管理處 老實說我覺得很棒的 放多少 放二十個 所以我們十幾個 算你其他的地方 不過你文資管理處當中 我會發現一個問題 所謂的文化資產技術組 這是修復的工作 修復的工作 你有可能叫你的黨員在修嗎 修復的工作通常是我們外外的 另外文資發展這個部分 還有文化研究科還有其他地方 所以本市建議這兩位 這兩位 委外性質很高的單位 都拿掉 都拿掉 保持這個有型文化跟無型文化組就好 那至於說呢 文化資產的部分 把它放在一個文化研究組 將文化研究科融合在一起 把研考還有一些文資的考證 還有一些文資的保存 還有一些調查的工作 還有一些普查的工作 都放在這個文資研究組 這就是本市常常那台清高的 十八年的思考 很多基本的調查 都沒有做調查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們裡面沒有這種的分工 你就死去死去死去 每一個局所都可以放多年 所以文資研究組 可以作為文資處裡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研究單位 你應該來看待這裡 另外 近前 老公議員 副議員 都有在問的 如果不是我股部 點燃了 就跑去 就沒了 不知道跑去哪裡去 甚至到這段 好餐廠 可能是一個飲食的困難 在那裡唬而已 如果是一個飲食的困難 在那裡唬 那股部 是要怎麼形成的管理 所以我們現在 理事的問題 會再度來發生 甚至這個股部 有幾天也不清楚 應該就這個股部的部分 足以作為未來可能 一個博物館 一個資源的東西 現在應該納入一個管理的範疇 當中 形成一個 鼓勵的管理組裡面 所以我以前認為說 包括做一個邊桌 你現在的股部有夠妹 市政會他也通過 我這次你也送過 我聽說 你趕緊要上來議會來做比渣 上來議會做比渣 我來算算 差不多是我們議會 八月八月八月的時候 如果這樣說 這樣比渣 我會覺得最過勞賊 我會建議說 在你要不要做一個條件正常 你不要上來議會做比渣 你回去做研究一下 必料的時候 定先上這個 放一下 重新送到那個 市政會裡頭 再重新做討論 那另外我之前 參加你們一個活動 就文化資產文化創意的 城市國際研討會 我覺得這個 活動辦了很好 不過這個活動辦了很好 不用讓我感覺說 是要怎麼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資源 跟國外人士來做對位 來做探討 來做討論 不然 當我們在地的一些文化人士 文化工作者 要來跟市長做討論 時 我們是關於問 關於起來 用搖槍的方式 這個部分 站在我們要文化立志的 一個角度來說 聽處一些文化人士的經驗 平時的活動 是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的 局長 我會建議說 你慎重建議一下秘書長 跟市長 這個工作要做 就是說我們跟在地的文化人士 跟文化人士的工作者 要有一個進學的做討論 聽處於他們的意見 他們的看法 畢竟 文化立志來講 對我們這個聖志來講 市長 一直表示非常重要 也記得 透過對位當中 可以形成更多未來 發展的共識 那個局長 你請坐一下 因為我今天時間 我待會再統一發答 回答 我請先說一下 剩下兩分鐘的時間 我想請問一下交通局長 張議長 在上一次的質詢當中 本習有請問過你一些公共運輸的問題 一些公共運輸的問題 要形成公共運輸 專門站 專門中心 是非常重要 你說有綜合性 一般性 你說它都幾個好 你都有節點 結果我那台釣除了的時候 由於是分區 有區 沒有區 你所有的區 有新亞區 麻島區 台南區 安平區 還有白河區 咖哩區 新法區 都會有區的概念 唯一有一個點的概念 跟平時營區那裡 有一個點的概念 那個中衛區 那有道市價位在來的 不過邊邊的道市價位在來的 賀孫寮 你直播館的對面 那裡有一個轉運中心啊 你也沒放下去 邊邊的新亞 有一個客運轉運中心 你也沒放下去 你英空道市價位來的 也有一個誤轉中心 你也沒放下去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在議會說的都有 事態下調查的都沒有 甚至是什麼 甚至你回答的時候 我說喔 旗車的價位 你到底整個月怎麼樣 你跟我回答的 振振有詞啊 槍槍有力啊 2470個 結果我調查的 這2470個是什麼 是旗車的位置 所有你的同仁 所告訴我的 都說不出來 你們旗車位 到底有整個 沒有整個 本身在這裡要求 很簡單 我們這順不是要來維蘭 是要避免 市場更好 你不好 青菜公共青菜運營 我希望你以後的這個答詢 要據實以答 你知道你欠我一個道歉 我也拜託市長跟秘書長 要求局處長 我們這順 我也是有準備的 我也是有看的 你青菜公共會調調 你說的都不對啊 局長 這個部分 再給一分鐘 剩下的部分 我想我請那個市長還有局長 我們回答 謝謝 感謝貴議員 剛才說的文化協助 在這個問題 大概最主要是可能 配合文化部組織 有一個對照 第二個呢 希望扁平化 提升同仁的士氣 第三就是說 機構跟機關不同 文化資產處必須要 依母法來規範 那你建議的這個 這個 那個單位 管理處 那個全序部 我們要求的幾次都沒有通過 大概簡單 因為時間的關聯 我簡單這樣回答 順的 文化局局長跟你報告 跟我們報告 剛才關心的這個 有關文化管理處這個部分 剛才市長剛才提供的這個 部分之外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大台南 國文化中心 他們本身都有展演 所以 如果 一中一個管理處 其實他們的運作上 處理上 有些困難 所以我們比較會分 客人 所以不是完全 是說 他們 是 那 有些人 有些人 多幾個 都 知道 那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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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